今天第一次上課 來講一下文獻數位化編輯與應用這門課程 其實這門課程基本上定位是比較基礎的 大陸我的想法是說可能會教一些 可能你必須知道的軟體應用 但是你卻不知道的一些相關技巧 比如說像整體資料你怎麼整理 然後整理的方法該怎麼做 基本上一般在電腦裡面的資料 不外乎分兩種 一種是文字資料 一種是圖片資料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像影像資料 Video 就是像YouTube上面的影片 不過可能我們這門課界定沒有到Video Video 影像部分 我後面會有一門課 專門在講YouTube的一些相關的應用 還有手機的App的應用 不過可能那個課程是比較在後面的課程才會講到 所以這門課的定義就是說文字資料跟影像資料的應用 文字跟影像 文字部分目前用最多不外乎就是 Word、PowerPoint、Excel 這種Office的軟體 影像資料也許就是用Photoshop Photoshop應該至少要貴吧 也許吧 我想說這門課程也許就是大概幾個重點 也許就是文字資料 以前可能會教一些Word的部分 那因為 慢慢Word好像已經大家覺得說應該已經太簡單了 然後處理資料能力好像沒有Excel來的強大 那現在看起來好像趨勢慢慢變成Excel 好像變成會取代像Word這樣的軟體 所以也許我們重點 或許就把它放在Excel跟Photoshop上面 然後其中其末的部分的話 就是一部分也許是Excel 一部分也許是Photoshop 那重點就是基本上講符合大家程度的一些題目 不會太困難 反正你只要願意花一點時間應該都可以學會 那這是我的名字 那如果你要找到我很簡單 吳老師 或者打我的名字也可以 像之前就有同學說 老師你的email信箱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說你直接打吳老師空一個email信箱 你找找看 果生他就真的找到我的email信箱了 或者吳老師空一個fb帳號也可以找得到 應該是我的 因為目前排在比較前面的 那我早上有提過 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話 你可以Google吳老師 相關的東西 前三個就是我的 裡面包含我的部落格 那我曾經教過的課程非常多 舉凡是程式設計相關的東西 那目前當然就花比較多時間在程式設計 因為我目前教的課程都是符合現在這個潮流 需要的課程 目前就是在幾個單位擔任這個講師 主要課程還是以程式設計跟一般辦公室應用為主 然後這個是之前的訪問 那個TPBS來原製 好像教室 不是這個教室 在早上那個教室 OK 然後這是我得到的獎項 然後最近又得到一個文化大學的推廣部的一個趨勢先鋒獎 OK 那旁邊這個好像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叫什麼忘記了 不過他其實太瘦了 站在我旁邊顯得我有點太胖了 OK 不過最近只有在減肥 所以剛剛同學帶我上來的時候 叫我走樓梯 這邊沒有電梯嗎 有 有吧 我記得是沒有電梯 剛剛從這邊 所以電梯在中間 前面那邊 OK 好 散步一下不錯 另外的話呢 我的證照至少有30張 舉凡是電腦相關證照 基本上都考過了 你想說老師你幹嘛去考試 反正 我的想法是這樣 如果我自己不能 自己辦不到的事情 我就不會叫你們去做 或者說我做過之後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重要 那我就叫你們不要去做 可是我後來發現 證照有沒有效 其實對大家來說 一定有一定的幫助 OK 不過網路上會有很多人說 考到證照上費錢 不過我發現 會講這種話的人 通常一張證照都沒有 考不到 OK 就有點痠吧 那如果說呢 你有類似的證照 主要的作用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證明 證明說你有具備有這相關的能力 也就是說呢 如果 我們這個課程呢 假如說如果你學完之後 你可以去考一個Excel證照 那我是 如果你可以在 學期末以前拿到證照給我看的話 我會幫你加分 總分至少幫你加五分 OK 那哪一張都可以 Jail方面的 或者Word方面的 Powpoint方面都可以 另外的話呢 Photoshop也可以 只要你有拿到相關證照 我都可以幫你 增多加分 沒有問題 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你們拿這個證照呢 可以幫你們做一點加 尤其是你是非 算是非管院的 或者非理工的 因為畢竟他們的學東西就是 跟一般工作上會用到的有關 那這些東西 對於各位將來在跨域的 應用上 一定有相對的幫助 那至於要考哪一些的話 大概就是 以那個我們這個課程為主 我建議你可以先考 那另外的話呢 我YouTube上面的頻道 其實也 剛剛早上有講過 突破至少現在不止五百萬 六百萬次的 那每個月其實都會有收益 那其實之前我也是想說 其實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可能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YouTube突然寄了一封信件給我說 你要不要成為我們 就是算什麼合作的夥伴 合作的partner 我想說合作partner要幹嘛 它底下有一個敘述式 比較細說 合作的partner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在上面掛廣告 然後呢 會有獲益 那會有獲益之後的話 可以分享給你 當然我想說 分享多好的一件事情 想分論嘛 大家都知道 那我想說 試試看 能不能真的領到錢 果真呢 一個月之後 他又寄了一個通知給我說 你的獲益超過一百美金 而且很盛世的一個信件 我想說 詐騙集團也不要那麼用心吧 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真的把它領出來 真的可以用 於是的話 每個月每個月呢 都有 至少 幾百塊美金 的現金 不過我是累積 累積一段時間 因為我後來發現 他本來是直接寄資票給我 我覺得資票好像不划算 為什麼? 因為銀行他扣了很多手續費 後來我就去用西聯快位 西聯快位就沒有手續費 但是你必須要去開個帳戶 所以我強烈建議 如果說你們可以在學期末之前 你也建立一個YouTube頻道 然後呢 也開始獲益的話 你可以告訴我 我可以幫你加分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呢 將來其實蠻多工作 都會需要找到有關 會懂得運用雲端 會懂得運用大數據 能力的這些人才 但是你怎麼證明 你要真憑實據 你看我有這麼多觀看次數 我有這麼多的影片 我有具備 你就做給人家看 對不對 這些其實放在履歷表上面OK 以後的話 就是再加一個QR Code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的頻道 QR Code 然後你面試的時候 你就請面試官 你掃描一下就知道我有什麼東西了 或甚至 乾脆就是錄個影片吧 Video 就放在YouTube上面 自我介紹一下各位 當然也可以啊 就像之前的那個 Google好像有一個在地想法合作吧 在地想法那個活動 他就是說 像我是已經第九集了 他說你可以去參加 去加州參加 我們他全程幫我付機票 跟住宿 還可以帶一個人 但是他說什麼 可是你要先自己錄一段影片寄給我們 而且要全程用英文的 其實我其實蠻心動的 但是後來我想一想 還要全程用英文 然後錄一個影片 後來想一想 就做罷了 之後也許有機會 那每個月的話 他就會收 給我一個西聯快會的憑證 那我就拿這個憑證 到銀行 他就把錢直接給我 要不然就進了我的帳戶了 OK就這麼多錢 每個月都有這麼多錢 各時百千 哇沒有啦 這要小數點 OK 不過也夠 我大概累計一段金額 一定的金額再把它領出來 所以最近呢 其實我是昨天凌晨 才飛回來的 前一個禮拜呢 都去日本旅行 那所有的費用 其實都靠YouTube Google給我的這些金額 就足夠我出國的所有費用了 何樂而不為 OK 所以其實呢 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值得去分享的 那其實我覺得啦 他影片跟寫文章創作 其實我覺得也是類似的東西 至少就是你要先做一個腳本 還要想一想說你到底要拍什麼 最後呢可能還要上一些字幕 上一些字幕上去 其實我覺得還蠻花時間的 但是其實 但是這絕對有必要 真的你很容易就被人家看到 OK 發現了 那另外的話呢 因為之前呢 就是考了很多證照 然後也跟那個證照中心那邊 有一個合作關係 所以他們也經常找我去 擔任他們的所謂的 命題委員 OK 最近也有一些合作關係 那課程內容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如何利用新的方法去處理 就是中國文獻這件事情很重要 新的方法 關鍵的地方 那什麼叫新方法 其實當然我們要與時俱進 不是說只是拘泥在某一個方法上面 現在最新的也許用雲端 其實我這邊有幾個 之前上課的時候有跟各位講過 ABCDE的法則 ABCDE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ABCDE 可以聯想到幾個 現在最新的A什麼呢 各位應該是AI吧 AI AI應該很紅 有沒有 所有東西如果能夠跟AI串連在一起的話 那就會紅起來 中國文獻AI化 或者是中國文學AI化 以後的話是不是能夠寫一個 AI的機器人自動幫我們寫小說 可不可能 絕對有可能 OK 那誰要去做 當然你必須要懂得兩者 兩個領域都要熟悉 所以你一定要學會程式 學會AI相關程式設計 那B是什麼呢 B就是Big Data 就是大數據 OK D的話是什麼呢 C就是Cloud 雲端 所以AI Big Data Cloud D的話 它的英文名稱叫 D D的話指的是 影像辨識 OK 什麼叫影像辨識 就是說現在很多無人商店 其實都是很多的鏡頭 那你只要進去 你根本不用有人在那邊 你可以結帳 它都是用鏡頭自動拍攝 自動結帳 自動幫 知道你媽什麼東西 自動從你的帳戶裡面扣款 OK 主要是透過影像辨識 那一的話呢 就是Electric Car 就是電動車部分 其實電動車 其實不單單只是電動化而已 其實主要是說它是智慧車 也就是說它有點像手機一樣 以後那個車子 就可以跟智慧型手機一樣 也就是說你智慧型手機上面設定好 你的要去的路線 一上車之後它自動幫你開了 像特斯拉現在已經有半自動駕駛車了 只是之前新聞有講 好像有一個人就在車上睡覺 直接就幫你開到目的地去了 不過後來我發現 那個人在高速公路上面坐了好幾次 還被拍到好幾次 就有很多人看到他 奇怪什麼 那個人是睡在駕駛座上面 而且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大家覺得很恐怖 不過是真的發生了 但是好像是沒有發生事情 不過呢 後來我又看一些新聞 真的它發生事情 為什麼 因為那個特斯拉雖然標榜它會自動駕駛 但是因為城市裡面 它沒有辦法判斷一個東西 就是叫什麼 三角錐 那個三角錐它城市裡面好像沒判斷到 所以呢 在當那個前面有工程車有沒有 開始施工的時候 會前面先放那個三角錐 結果因為特斯拉的那個鏡頭設定裡面 沒有辦法辨識這個三角錐 它可以辨識車子 辨識人 三角錐不行 所以它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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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拉標榜說 目前呢 只能夠半自動駕駛 也就是輔助 就是你可以在旁邊看 但是不見得百分之一百 你就可以完全依賴它 所以大概會有這方向 那我們大概會需要的相關技能 就是我剛剛講 A B C D E 所以AI如果你暫時不知道 你至少要把程式學好 所以早上那個課程就是 你要能夠進到AI的領域 你如果不懂程式 你根本進不來 第二個的話呢 是Big Data C就是Cloud 雲端 那雲端要怎麼去了解 我建議 早上好像特別跟各位講過 至少就是說你們會有Google帳號 所以如果你有Google帳號的話 我建議你至少可以 去熟悉Google上面所有雲端應用 當然這個Gmail不用講 YouTube其實也就是Google雲端的服務之一 所以如果你在期末有做了一個YouTube頻道 而且上面也有一定的訂閱人數 而且你也開始獲利的話 你可以告訴我 我絕對會給你加分 但是現在YouTube越來越嚴格了 早期是你不需要任何的訂閱人數 就可以有跟它合作 但是現在好像一定要三千個訂閱 三千個喔 三千訂閱會很困難嗎 其實我覺得倒還好 而且我後來發現 如果你要三千訂閱 真的你要是女生 而且要是正妹 真的很快就三千了 但是如果你是帥哥 跟各位講 你要一千都很困難 很奇怪 我看很多YouTube 就男生的奇怪 怎麼訂閱人數字這麼慢 但女生的砰砰砰一下就好幾萬了 奇怪了 欸 到底這個 為什麼我不知道 你們可以告訴我一下 也許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幾下 告訴我一下 OK 本課程影片下方也可以留言 歡迎 因為我講過 如果你要拿到比較高的分數 就是跟我互動一下 再來的話就是雲端硬碟 如果你對雲端一碟不熟的話,請大家注意一下 雲端一碟能做什麼,像我剛剛問卷的表單 就是用雲端一碟做的 還有呢 在雲端一碟上面,其實也可以做Word,Excel,PowerPoint 可是它名稱不一樣 它叫做Google文件就是Word Google的四串表就是Excel Google的簡報就是PowerPoint 這上面都可以辦到 另外的話,我也習慣在上面做編輯,手機上也可以看到 因為在上面看到的這個App,手機上也有對應的App 所以我習慣在電腦上面可以打一些東西 在手機上面出國或者人在外面的時候,也可以用Google 雲端硬結把它調出來 另外Google相片 這個相片我想應該也不意外,其實我現在很多相片都備份在上面 而且備份可能超過20年的相片 所以我以前 而且Google相片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人臉辨識 比如說我想要找到 我小朋友,比如我兒子 從小到大的相片 以前的話可能要用人工去 做分類 但是Google相片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只要點選我兒子的那個臉 他馬上幫我把它列來 從小到大的 那個相片 全部找到了 OK,但是大家以為我有錯誤啦 不過我覺得這已經是相當了得的功能 其他的話,像Google地圖 諸如此類的 翻譯就不用講了 Play,還有形勢力等等 另外Keep,我很習慣在上面先打一些 文章 然後可能將來如果要把它做 發表 或等等的 我就直接從Keep裡面 再把那個文章給調出來 OK 所以這些東西的話,如果你對於 雲端還是不太熟悉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找個時間把這些都熟悉 或許將來我們可以出一些作業 給各位練習一下 請各位如果你有Google帳號的話 請你善用這些東西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這個課程裡面的一個 重點 其他的話當然我們會 希望能夠 有一個比較有方向性的東西 也許 主要我想一想 還是以Excel 目前用的最多 這個東西的話 大概是 目前辦公室用的 比例 還有時間 最高的一個軟體 OK 另外的話 也許 影像變質 因為我們任門課 雖然三學分 但是能教的 其實也不算太多 所以也許 這兩個方向 大概是 我們的重點 然後呢 我希望說辦公室用軟體 融入文學設計 也就是你現在學的東西 看看能不能把它再加一個設計 比如說 各個行業好像 各個 科系好像後面都會加一個設計吧 比如說像什麼視覺傳達設計 或者是層次設計 資工系吧 諸如此類的 它就會有個新的樣貌出現 然後走出文學院 所學不實用的框架 這點也蠻重要的 盡量我們可以 去思考說你學的東西能不能跟現在的潮流 做一個結合 那 待會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那個 網路下載 之前是用go.gl 不過這個因為 它這個服務慢慢 換掉了 所以我把它改成 另外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的話 待會等一下 同學記一下 那個 就這個 為什麼要 GG.gg 不是goo.g 因為 之前本來用這個 叫做縮短網址服務 縮短網址服務 它主要是你可以把什麼網址把它放上去 我們原來這個 網址是一大串的 本來這個 網址 這個是這麼長一串 如果說我今天 我要把它分享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在Google 這個也是透過Google的那個雲端硬碟共用出來的 這邊有個共用 比如說我要把這些東西 給大家去使用的話 你可以點選這個資料夾有個共用功能 它會幫你怎麼樣 本來是關閉 我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知道連結的人都可以檢視 但是可以檢視這個連結 你會發現它這麼長一串 如果將來我把這個連結給各位的話 除非說我是貼到我們Poto或貼到某個地方 你點它 才可以 如果你要連結要記下來的話 恐怕你需要把它複製一下 放在哪裡呢 放在GG.gg 所以我建議 待會也可以試試看這個GG.gg 這邊有一個註冊 你也可以註冊 我有註冊一個帳號 當然你不註冊帳號也可以 你可以做什麼呢 把那個連結貼上 底下的話可以打勾這個 你可以 可以自訂一個連結名稱 或者不自訂連結名稱按Sultan 它就自動幫你產生一個短的網址 也就是將來 你如果要給別人一個短的網址的話 那你又跟他講 你輸入GG.gg.gg f5ji2 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或者直接前往一下 有沒有出現 有了有沒有 OK 或者另外呢 假設他是手機 你可以底下有個QR Code for this link 按下去 QR Code出來了 你可以把這個QR Code 令存新檔 比如說將來呢 你要在任何其他地方 讓人家去填這個資料的話 也可以 做這件事情 請各位 先大概如果剛剛那個問卷 如果沒有填寫完了 把它填寫完 另外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一些新的工具稍微了解一下 包含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Google裡面的這些 相關的應用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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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